突发事件,9月19日,日本从下控股公司宣布, 决定允许驻华员工及其家属暂时返回日本, 并表示相关费用将日本公司负担, 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是9月18日当日, 广东散深圳市发生了一宗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十岁的日本籍男童在上学的途中, 遭遇中国男子持刀袭击, 障后身亡。 事件发生的时候, 男童在母亲的陪伴下潜满深圳的学校上学, 在距离学校近200米的地方, 做到44岁中国籍男子的袭击, 目击者说, 男童的腹部和伤腿受伤严重, 现场惨不引导, 尽管被紧急送医抢救, 但最终在19日凌晨离世。 这件事迅速引起国际关注, 在19日的中共外交部礼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健指出, 遇害男童的父母分别为日本和中国公民, 中国政府已经展开调查, 并承诺会为受害家庭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 不过, 当案媒记者提问今次的事件, 是否与六月苏州日本人和校与集案件类似的时候, 林健强调, 这次的案件是个案。 根据目前掌握的状况, 这是一宗个案, 类似的案件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 中方对发生这样的事件表示遗憾和痛心。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对男童遇害事件表态说, 我们对这个事件高度重视, 对于儿童在上学同中终于到如此悲劣的行为, 深感遗憾。 他进一步指出, 日本外务省已经向中方提出有关加强安全措施的建议, 并将全力促使具体对策落实, 要求中方详细说明事件经过并且展开彻底调查。 与此同时, 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也对该事件表示遗憾。 此外, 日本银行家协会会长三井著有银行总裁福留名云, 也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以令中国政府采取彻底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发生, 为了应对此次危机。 日本驻华大使金参樯 içiutes已经在9月19日大达深圳 与当地政府官员会面, 预求加强安全保障并调查真相。 金参大使还跟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通话, 提出确保日本公民安全的强烈诉求。 为了应对事态升级, 日本驻华大使馆紧急召集日资企业 和日本人和下相关人员举行会议 并于当日降半期表示哀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对事件发表业励谴责 说这是一件极其来月的犯罪行为 并呼吁中方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在还日本公民的安全 在918事变93周年之際 中国民族情绪高涨 中共当局这次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导致首日情绪持终蔓延 上述的这件悲剧 在今年以来第三单日本人在中国遇襲的事件 今年6月 塑造曾经发生日本母子 遭到一名中国男子袭击的事件 导致一名中国女子 在阻止行空的时候不幸遇难 今年4月 一名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上班族 也曾遭遇女子袭击 摄二连三的袭击事件 激起了日本网友的强烈愤怒 twitter上断交、禁止旅游、撤离劝告等 辞会迅速冲上热手榜 不少网友纷纷呼吁日本政府 也立即发布撤离通知 敦促在中国的日本人尽快回国 并提高对中国的旅游警示 禁止日本公民前往中国 一些激愤的网友 甚至主张停发中国公民的日本签证 因为既然中国社会如此仇视日本 那么干脆就断绝两个外交的关系 更为合适 日本政府在今次的事件当中 更表达违合的态度 也都做到大量网友批评 以为这些回应过于圆弱无论 中国社交媒体上 不少网友都对事件发表评论 即而事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一些网友表示担忧 说这个会不会是故意中庸的结果 是仇恨教育的后果 中国会不会走向朝鲜目色 逐渐和世界隔转 一些中国网友质问 为什么要将国家推向封闭 一百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变过 还有人嘲讽道说 二王团又要开始挑事了 对事件的报道 也都在中国网络上迅速被删除 引发更多批评 词条被切 照片被夹 这个是对施暴者最大的重容和保护 近期接连发生的恶性事件 确实令人心心不安 9月19日 从下公司通过东京新闻发布消息表示 考虑到该事件对在乏日本员工的安全影响 决定被员工带着家人回日本 与此同时 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 五十零汽车会长片山正质 在当日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希望政府比以往更加努力 确保日本居民的安全 他指出 丰田、本田、日产等汽车企业 都在广东省设有合资工厂 各家公司正在积极收集信息 确保是中国的员工和家属安全 除了从下公司 决志亦都向他的在乏员工和商务旅客发出安全警告 提醒他们要保持警惕 决志在深圳持有分公司 集团在乏人员 大约有100人 决志对此事件高度阻止 已经采取商业措施 某个零件製造巨头话 将推迟员工的附和出差计划 眼下没办法追加对华的投资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指出 该被剧发生之后 很多日本企业纷纷宣布 在中国的员工围带家属回日本 并且承担费用 他认为日本企业加速撤离中国 已经成为趋势 深圳事件可能会准一步加剧这个趋势 谢金河提到 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时间节点 918纪念日 正在中国国内首日情绪高聚的时刻 他警告如果事态继续恶化 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 历史上很多的争端 都是由小事发展而来 谢金河还指出 近年来已经有多家日本企业 宣布撤离中国 包括三菱汽车 新日铁 苏州大同电工等等 今次深圳事件 可能成为更多日本企业 离开中国的趋劃势 他回顾了过去几十年 中日企业的关系 特别是在泡沫经济时期 日元升职之后 日本企业大举进入中国 然而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 这个现象正在逆转 现在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谢金河还说到 很多日本人对台海局势感到担忧 尤其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 《台湾有事制日本有事》的论典 备受关注 他认为 日本实际上面 临着比台湾更加大的风险 因为中日之间 有着深厚的历史仇恨 几十年来 中国的抗疫剧不断播放 这种仇恨被代代相传 使得中日关系始终紧张 他最后指出 台湾企业在中国 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 而日本企业的处境更加艰难 今次深圳的悲剧 如果处理不当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外交和经济效果 亚洲各国需要谨慎应对 并且密切关注局势发展 媒体人齿板明夫 也在Facebook上发明表示 近年来 中国加大了反应教育和宣传力 到导致仇恨日本的事件接连发生 近期的几个事件 例如中国网红两次 在日本政国神社小便和铜鸦 以及中国直播音员 在日本NHK节目中 脱稿批评日本政府 都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强烈不满 日本自民党就派出 由现今进博率领寄日中友好 访问团前往北京 并且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会面 但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反而强调日中友好 还讨讨讨论了日本高中生富华旅行的事宜 此版明夫将一步表示 面对像中国那样的流氓政权 如果不采取强调态度 一味只是笑脸相迎 反而会助长对方的气焰 此版还提到 中国不单止反日首日 同时也有反美首台 今日发生在日本人身上的事件 未来可能同样会发生在台湾人身上 因此是中国的台湾人应该早做准备 人网友在评论里表示 联邦不居 台湾的中国协力者也不是少数 令人心寒 还要来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太过软弱 认为对流氓国家 就应该采取强硬的反击态度 中国人的反日情绪 确实有羽翼俱振的趋势 8月29日 是中国山西产的一个旅游景点 日明新村印有 雍若旗T恤的西方人被小粉红凋辣 小粉红质问说 你穿这件衣 难道不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吗 除后小粉红报警 不过中国警区警方表示 这个是个人穿衣自由 无权干涉 令到小粉红十分气愤 你不需要有衣服吗 你不能看到任何衣服吗 不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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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日 北京圆明园发生了一场尴尬的冲突 一对日本游客在园中入览 上车随行的翻译帮手拍照 翻译换到一个合适的拍摄角度之后 离貌地请站在那个位置的男子稍微让开一下 然而 这个男子并不是普通的游客 而是一位常以外国者形象示人的网恶 面对翻译的请求 这个网恶态度非常强硬 坚决不让位 甚至愤怒地质问翻译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为日本人让路 他提到历史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 称日本也是其中之一 因此 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拒绝为日本人让步 不单只是这样 这位网红还一直尾悬日本游客 并不断辱骂他们 事件被拍成视频上传网络之后 就引发了意想不道的舆论风暴 很多中国网友纷纷指责他的行为 甚至翻出了他的救案 导致他诉讼已久的爱国形象 想选择崩塌 日本人给日本人让坐在圆明园的地方 你给谁让步一下哪个国家人们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 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 另外中共当局也不能接受民众减少对日本的憎恨 就在几日前 中国的918事变93周年纪念日当日 又为中国女网红娟子在直播时将9185 说成为618 随后又调刊了几句人发众佬 直播间的网民立刻指出他的错误 并且要求他纠正 娟子并没有引起总视 反而继续欺笑 不断辩解 面对大量批评 娟子是评论区反击 说自己没翻过河 不了解918事变 甚至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 这种态度引发了更大的舆论风暴 最后平台迅速采取措施 直接中断了他的直播 并永久封禁了他的帐号 随后又网友曝光了娟子疑似被捕的画面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